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文,我是居住在犹太州沿湖城的地产经纪 今天呢,来带大家离海核心地段i15旁边两分钟的位置看一套 全新的大别墅,就在我眼前的这套房子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2020年建,它之前呢是 Ivory Homes 的一套样板间,那么一直呢,公司所拥有 现在呢,它就是说,Ivory Homes 呢,要把它挂牌出售了 看一下这小区的环境,这里的房子呢,都是非常新的 一桩桩的这个独立屋,也非常的漂亮 那它这里呢,就是说,大别墅呢,就是说 可能房子跟房子的间距啊,稍微近一点啊 暂停的稍微小一点,其他的话呢 优点呢,就是location非常方便,出去i15 两分钟就可以上i15高速,然后呢,旁边有个小诊所医院 就两分钟的位置 去离海,travers mountain,就五分钟 周边呢,超市,哈姆斯, Smith,都营居全 Costco 那么,这套房子占地是0.11个英亩 我们室内面积3877尺,一共四房三位 挂牌价呢,是675000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这个房子的入口处 右手边呢,是两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房子呢,它的外观是用的这种 怎么叫,涂灰色的吧,外墙也非常的大方的一种颜色 而且这种颜色的好处是比较耐脏,是不是 有灰尘的话也不太容易发现 我们进去,这里就是入口的pouch 好,进屋子了 好,这是进屋的一个玄关 走道,去看一下 在我右手边 右手边呢,这是一楼半个卫星间的位置 这里呢,就是一楼的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还面积不错,可以做一个卧室使用 这是衣帽间 这呢,就是地下室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就进来这个客厅啊,调高的 然后这里,这就是一楼的一个空间了 非常的大气简约 那么,这里呢,就是厨房的一个空间 它用的呢,是这种 加高的白色柜子,非常清爽 灶台,四个孔的灶台 用的是通用电器的品牌 下面是烤箱 这种花纹的大理石,非常的搭配 十手台,然后这个窗户呢,可以看到这个街景 这个lot呢,是个cornerlot 它是个末单元的一个cornerlot 吸管机的位置 这呢,就是当中的一个导台 看一下,这里就是餐厅的位置 餐厅的位置 采光相当不错,因为今天是阴天嘛 它这面窗户一面朝南,一面是朝西的 有阳光的时候,这边的采光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落地窗呢,是通往后院 看一下这个院子 一个露台 院子呢,是非常小的 院子很小 院子呢,我们看这邻居也有围起来了 它这里呢,两户也没有围 围也是可以围的 围起来的话呢,就会非常小 就像对面那一间 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那一间看到吗? 很小,院子非常小 这就是它的缺点 美中部族是院子比较小 但是这个房型是ok的 我们院子看一下这个房子的背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正面看呢,是两层楼 背面呢,是一个大平层的一个构造 这个一楼的面积厅呢,也是算比较宽敞 也是ok的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family room也是ok 那family room呢 可以把电视机挂在这个壁炉上 或者说放在这个旁边 那边墙也可以 好,往这边走 这里呢,就是一楼的洗衣房的位置 洗衣房 它这个房型的优点呢,是主卧是在一楼的 这个里面就是主卧的空间了 这里呢,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双台盆 淋浴房 这里呢,是可以放些架子 然后里面就是主卧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还行吧 马桶的位置 看一下这主卧 主卧的面积还是相当不错 感觉还是比较的宽敞 就缺点的话就是它这个single family 和邻居靠的有点近 那如果有的朋友喜欢特别隐私的话呢 可能就不太喜欢这样子的了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里有上面 这里呢,就是两个车库的位置 看一下 这样子 一头呢,深一点 一头,浅一点 一头呢,可以停一辆皮卡 但是我觉得邻居跟邻居爱的经营有个好处 是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 帮个忙啊,照应一下 对吧 如果房子挨的都太远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也住的也觉得空空荡荡的 跳高 上来了 上来呢,有三个房间 是相当紧凑的 那在我右手边呢 是第一个客户 两面有窗 相当不错 地毯也是 我们看生机的地毯 很干净的 嗯 这里等于是一个小的空间 呃,是一个loft吧 可以作为一个 办公的一个区域 但是这个窗有 有点小 可能采光差一点 这个区 可以 家庭室吧 作为 这里呢,是储物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里有两个房子 房间 这里呢,是二楼共享的 卫生间了 啊,台盆圆形的 台下盆 那里是台面 里面就是马桶 浴缸 淋浴的区域 我们看这里就是 第二个第三个客户 它客户的面积都相当不错 呃,都可以放一个 呃,full size bed 加这个鞋子桌 king size也是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放 这个房型呢 这个房型呢 我总结一下 这个房型的优点呢 也就是说 格局相当的 简约明亮 简洁 然后呢 客房都是 比较大的 啊 客厅的位置呢 也不错 也够 也够了 放个转角沙发 啊 放一些软装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最主要呢 主卧在一楼也相当方便 一楼其实有两个房间啦 如果那个也可以作为一个长辈房的话 那一楼有两个客户 二楼有三个 我这套房子完 我是五个房间了 如果你这边不想作为office的话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客房相当不错 是吧 啊 然后呢 虽然这里没有 这房间没有衣帽间呢 可以买些这个 呃,衣橱 啊,放在这边 也是可以 五斗橱 正面墙的可以挂电视器 这样子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挺大的呢 这样子 这个大厅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呃,family room 哦 然后这里 这可以作为一个卧室 有窗的 这里面呢 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影院也是可以 或者说作为一些对方杂物的地方 一个卧室 厅 然后这里面呢 可以放一些 储藏室 桌上门 储物空间 然后那边 一个卧室 地下可以打造成两房 一厅一卫 这个卧室面积相当不错 呃,这里管道呢 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卫生间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那么这套房子呢 已经有五个房间了 地下室再加两间 可以打造成七房 还是 呃,相当不错的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我觉得这样一套 价位的房子六十多万区间呢 又能在 离海核心地段 购入这样一套房子的话呢 是非常难得的一个 机会 而且是全新的 之前都是样板间 我们也看到了它做了很多的升级 呃,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套房子呢 或者说 在犹他周延屋城有支援需求的话呢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